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索给予,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熟悉日本动漫,隐居的人肯定对日本暴走族文化并不陌生 一般人对暴走族的印象,大多是一群日本年轻人穿着夸张的服装 顶着又尖又长的头发,标着改装摩托车 发出极大而尖锐的引擎声,时不时还带着急身脚马 暴走族是类似汽车俱乐部的日本赤文化 主要是指一群喜欢改装摩托车和汽车的年轻人所组成的团体 这些改装通常是违法的,包括移除车辆的消音装置 在行走间会发出很大的噪音等 暴走族成员们大致年龄在16到19岁左右 一般过了20岁就会隐退 因为日本法定年龄为20岁,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退出后,大多都会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偶尔也会有少数参加黑社会组织 日本暴走族起源于至1950年代神无景气的高度经济成长期 随后从服装,车身改造,地域区分,还有形式风格 发展出许多特殊的赤文化 影响日本动漫和影剧集成,更风行到全亚洲 时至今日,在资讯爆炸年代 暴走族已经不再是酷炫的象征 逐渐走向了自然消灭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日本暴走文化的兴衰史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 百费代新的日本因为寒战迎来了再次复苏的机会 1950年代,日本重新进入工业化 物美加廉的日本电子产品获得全球喜爱 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相当亮眼 日本也迎来了高度经济成长期 这段期间又被称作为神无景气 意思是日本初代天皇、神无天皇即位以来 出现最好的经济情势 由于神无景气所带来的经济繁荣 日本交互所得大幅增加 出现了耐久才的消费热潮 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在当时被称为三种神器 日本人第一次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社会中的小康家族阶级也逐渐形成 许多日本人开始购买高级货来犒赏自己的工作辛劳 1960年代,摩托车是高价品 不过许多爆发户会让自己的小孩买摩托车来玩 这些爆发户的小孩们除了骑车炫富 也会拔掉消音器后开始在路上乱窜舌行 不遵守交通规矩 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在高度经济成长下 家长也忙于工作、疏于管教 这些骑车游荡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雷族 指的是摩托车拔掉消音器后的排气管 如轰雷般的巨像 1960年代,雷族们逐渐壮大 特别爱在街头危险驾驶 造成居民极大困扰 这样的情形在1970年代出现了巨大变化 在1970年代后 日本的国产摩托车开始取代原本的进口车 国产品牌不仅耐用,价格更低 信不少年轻人,无论是要求父母购买或是自己打工 都一定要得到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普及化 加上同财竞争之下 最主改装车的风潮更加盛行 而且,在只有传统电话的年代 朋友间联络方式有限 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群年轻人 每天定时一起骑着车到处乱晃 甚至被称为狂走族的不良少年们渗透 闲来无事也开始骚扰路人或是恐吓取材 1972年6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日本北路富山县富山市发生了3000名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 四处袭击店铺打街附近的车辆与商店 这起暴徒事件震惊社会 日本警事厅后来将犯案者称之为暴走族 加上当时日本社会运动振兴 暴走族也成为一股极大的潜在不安因素 日本政府才在1978年修正道路交通法 明定相关脱续行径是危险行为 但在摩托车大量普及化之下 暴走族人数依旧是直线上升 1980年代日本暴走族达到全盛时期 警事厅调查发现暴走族人口已经逼近4万人 有活动的组织更超过800个 而成员年龄也开始下滑 45岁的成员居然超过1200人 暴走文化更是深入地方社会 黑道也趁机进入校园 吸纳暴走族作为组织成员 日本政府曾经尝试过各种方式改善暴走族的现象 1982年全国高等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 就在工程县仙台市的大会上宣布推动三部运动 一级不让小孩买摩托车 不让小孩考驾照 不让小孩搭乘摩托车 但由于该运动违背了日本在教育方面的精神 因此并没有顺利推行 最终在1992年正式废止 这些年轻人为何会成为暴走族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跟家庭有关 许多人在神无景气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时 失去了父母关爱 下课后与同学失混 认为友情与兄弟才是家 因而成为暴走族 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 成为暴走族的人多半是出生家庭失和 小时候有被父亲虐待 或是完全没有家庭教育的人 最终在暴走族团体中找到归属感 出生低阶层的他们 有些也会加入帮牌 使用燃烧瓶 使用钢管 棒球棍和木制刀剑作为攻击的武器 骚扰路人 捆殴等都很常见 很大程度是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 暴走族的发型 服装也变得更为夸张 除了人人都要把头发烫卷 并且束上尖而长的发型之外 车队成员通常有纹身 而且不同的车队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但给人的印象多半是很吵杂 这些车队的制服被称作特工服 意思是特殊攻击的制服 发想来自神风特工队飞行员的制服 特工服通常的设计都很特别 花费甚至可能高达数千美元 暴走族的制服通常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车队都会规定不能洗 他们在衣服上绣上一串奇怪的汉字标语 像是车队的名字 当时的心情等 最经典的就是夜漏实苦与爱罗无勇 他们不会每天都穿着这种服装 只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才会穿上 日本的暴走文化并非仅仅是机车文化 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日本青年 1980年代 日本的暴走文化可以说是影响了日本的各行各业 之后更席卷了全亚洲 尤其影响动漫影剧极深 在二次元领域 暴走文化发源第一的神奈川县 出了《湘南暴走族》《湘南纯爱族》等热血动画 里面的主人公们就是喜欢追逐自由和热血的暴走族 然而随着时代演进 很多人都预测暴走族未来将会走向自然消灭 在2000年之后 由于排气馆的新规范 许多传统摩托车陆续停产 新的车种又因为成本过高 让摩托车开始走高价路线 一般学生就算拼命打工省吃兼用 在泡沫经济后的日本也很难买到摩托车 最终在2004年 日本又在修订道路交通法 如果从事危险的暴走行为 最高可能被判处两年徒刑 并科50万日元的罚金 以及计交交通违规点数25点 同时驾照也会被取消 并在数年内都不得再补考 其他县市则开始陆续跟进制定暴走组防止条例 例如在车检上更严格 加油站也可以安全理由拒绝为改装车加油 要求新买摩托车的人一定要有停车位等 此外一旦被告发后 在就业方面也会造成困难 再加上警方每年加强取缔 因此暴走组的人数也开始大幅减少 加上日本少子化的趋势 年轻人越来越少 按照暴走组的一般规定 成员到了18或20岁时便会退出 但必须在退出前找到另外一个人加入 然而很多退出者无法找到其他愿意加入的人 使得暴走组人数逐年递渐 到了207年 今生下约6000多人 暴走组也开始走向高龄化 不再是酷炫的形象 日本摩托车架高涨少子化 警察加强取缔危险驾驶 加上现今的社会也有各式各样的娱乐 人与人之间联系感情的方式也变得多元 这些原因多多多少少导致暴走组人数逐渐变少 日本暴走组随着日本经济成长兴起 反映了一整个世代的生活和彷徨 最终即将消失在资讯爆炸的年代 好了 这集的穷射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